《江郎财静》 江郎财静 南北朝时期 梁朝有个人叫江燕 人称江郎 他年纪轻轻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家 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 可是当他年纪渐渐大了以后 财思便大不如前 写出的诗显得平淡无奇 于是就有人传说 有一次江燕乘船停在河边 梦见一个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 他就从怀中掏出几尺绸缎还他 因此 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彩了 又有人传说 有一次江燕在睡午觉 梦见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 对他说 多年前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 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吧 江燕听了 就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 据说从此以后 江燕就文思枯竭 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后来人们就用江郎财敬 表示财思枯竭 回来去 回来 再到我 一个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